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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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森林里面 參與高空歷期活动 好像tree top tracking 是很有趣刺激 但牆地背后的保育理念 就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稍后说 现在首先报道 斯文对火车鸣笛声的售罗程度 火车的鸣笛声 原意是为安全起见 提醒人火车将洗劲 不要走近路轨 但有人觉得是一种滋扰 有市政府在该处 加建公共防护设施 提高火车洗过时 道路交界处的安全 从而实施火车禁明政策 整项工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 也不少 公众对金鸣火车声的意愿如何 李永鱼报导 这么大声 吵着我在家工作 很吵,不用吵这么多次? 有时晚上都吵着 这一下火车鸣笛声 提醒附近的人火车即将洗过 车辆和行人密靠近路轨 以免扬成意外 理应是辩民之举 而一些川州过省的火车 所响起的鸣笛声 更让人联想到乡村田园风光 过往不少加拿大人认为 火车鸣笛声是家国特色之一 但如今却成为一些 住在高火车站 完善居民的噩梦 高火车部分线路 需要驶过民居范围 这种火车 与其他车辆和行人 共享道路的平面交叉路段 称为平交道 驶过平交道的火车 要以鸣笛声提醒正在前进的车辆 或行人停下 让火车先驶过 而近年随着高火车系统增加班次 由多伦多北边城镇至市中心 Union Station的来回火车班次 交以往频繁 鸣笛声也变得频密 有些住在平交道附近的居民感到滋扰 并要求所属市政府 废除高火车鸣笛声 有城镇政府表示 目前不会作出相应改动 因为废除这个火车鸣笛声 并不是像按键那么简单 而要涉及一些复杂的程序 当然 亦都有成功实行的例子 安省万港市于2021年 对市内15个高火车 与车辆及行人共用的平交道 完成建设工程 使过的高火车 不再发出常规的鸣笛声 除了 those things took a little bit longer but I have to say I'm very proud of our staff and and thank メtrolinks as well because we did work hand in hand as the first municipality in York region to do this really in many cases we were the test case in working withメtrolinks to to get these crossings and the measures approved and you have to remember we did this to make sure that 駕駛人士和乘客都在我们的社区 当他们来到车距离 所有的计划都在那里 以保证他们安全 然后当然 为了增加生命的生活 有千亿的住户 都要把这些闭闭的鱼 每次一车到社区 万感市政府推进禁明火车 高火车的工程耗资超过600万加币 在15个平交道被加建公共防护设施后 虽然驶过的高火车取消常规的明笛声操作 但如果遇上紧急情况 例如当高火车工作人员行车时候 见到有人靠近或跨越路轨 他们依然能够担心处理 让火车发出明笛声 提醒行人注意安全 能够成功推行这个禁明政策 或者令不少当地居民多谢万感市政府 但附近城镇政府可能就多得他不少了 因为居住在New Market和Aurora的居民 会以万感市这个成功例子 吹逼当地政府去访效 实行类似的方案 禁明火车笛声 但New Market政府人员则表示 目前并没有计划于该阵内禁明火车笛声 在这两个年车里面 我们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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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疫情 所以,icient particip solid 电视制宛 那群ene仙 在电视频 有免稍期 Snake 并未止 使用 Revolution 任何 whistle cessation as it's called is that there are plans for a new go train station at mulock drive new market with that station there will have to be a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 crossing at mulock drive is going to be grade separated and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grade separation then a lot of investment in increasing and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around that current level crossing would go to waste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first if that will remain a level crossing or will it be improved to a grade separation 管理高火车系统的metrolink在声明中提到 这个名dexen操作是遵照加拿大交通部规定实行以保障公共安全 如果有城镇政府要求在市内某平交道甘名火车dexen 即使要根据联邦政府所规定的程序申请批核 并作出相关建设改动 metrolink也提到由加拿大交通部制定的八个重要步骤 每个城镇政府必须符合上述条件 才可以申请火车禁明批核 喜欢听到火车的声音就不如不如来住 这些火车的声音是加拿大特色 没必要禁明 禁明一把火车名的声音 中间难免会夹杂不少民众赞成与反对的声音 就算是以成功推行火车dexen禁明政策的万锦市 从公众提出诉求 审批通过至设施落成 都至少用了十二年时间筹备 鉴于Peter提到 目前New Market有其他优先推行的建设项目 估计考虑实行这个火车禁明政策的意向将遥遥无奇了 wo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